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能言经》大师智菩萨念佛原通章 请各位合掌一起来念开经纪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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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首先我们把经文先念一遍 因为很短 希望各位无论是学习净土法门 或者不是学习净土法门都没有关系 把它能够备会 因为佛经其实并不属于哪一个法门 佛经属于佛陀的圆满的教法 并不属于哪一个个别的宗派 大家知道 棱严经是禅宗一部重要的经典 但是大师至菩萨念佛袁通章 也是净土的五经之一 所以无法说它一定是属于哪一个宗派 我们修行也应该像佛法一样 圆容无碍 应该用统一的心来学习佛法 棱严经 大师至菩萨念佛袁通章 大师至法王子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 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 我亦往昔横河沙节 有佛出世明无亮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譬如有人 一专为义 一人专望 如是二人 若逢不逢 或见非见 二人相依 二人念神 如是乃至从生至生 同于形影 不相怪异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若子逃世随意何为 子若一母如母一时 母子历生不相为远 若众生心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燃香人 身有香气 此则明月 香光庄严 我本因地 以念佛心 入无生人 尽于此界 设念佛人 归于净土 佛问 圆通 我无选择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下面呢 把他先 用现代汉语 串一遍 大师智 法王子 和他的 同修 共五十二菩萨 即从座位上起来 共同顶礼佛祖 对佛讲 我回忆往昔 恒河沙节以前 就有佛出世 叫无量光 有十二入来 相继 在一节出现 其中最后的佛 叫超日月光 超日月光 佛教我 念佛三昧 就好像有人 一个人 专门 意念对方 而另外一个人 把对方专门忘掉 如果这样的两个人 在后世 或者碰到 或者不碰到 或者能够相见 或者不相见 反之 如果两个人 互相意念 而且 这种意念很深 那么这样 在后世 从生至生 从死到死 不管如何轮回 都同于 形影 不会离开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就像妈妈 意念孩子一样 如果孩子逃跑 虽然 意念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孩子 想念妈妈 像妈妈 想念她 的时候一样 那么这样 母子二人 虽然经历 多生 也不会 离得很远 如果众生的心 能够 意佛念佛 那么不论是 现在 或者将来 一定会见佛 离佛 不会很远 不用借助其他的方法 就能够 自己 心开 就像花开 一样 也像染香 的人 身体就会 染上香气 这就叫做 香光 庄严 我本来在 阴地的时候 就是因为 念佛心 而 证得了 无声忍 现在 在 苏婆 世界 也是帮助 阿弥陀佛 帮助 释迦摩尼佛 涉度 念佛的人 归于 西方极乐 净土 本师 释迦摩尼佛 问我 圆通的法门 我其实 没有别的选择 那就只有 都涉六根 敬念相继 用这样的方法 就能够 证得 三摩地 这个方法 对于得定开悟 我认为 最为第一 好 下面我们来 仔细讲 我们大家知道 西方三圣 在 阿弥陀佛的左右 一边是 观世音菩萨 另一面是 大世之菩萨 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了解 要比对大世之菩萨的了解更为多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说 家家家观音 互互互弥陀 也就是说 不论修行人 或者不是修行的人 在中国 很多很多人家 或者 供阿弥陀佛像 或者供 观音菩萨像 甚至 人们对观音菩萨的了解 对观音菩萨的敬仰 要超过 对于阿弥陀佛 而 也有可能 对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敬仰 要超过 对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很多地方都介绍观音菩萨 介绍阿弥陀佛 但却不劝人 继续往生到 自己这个娑婆世界 而把自己这个娑婆世界 说成是五着恶事 让众生呢 都去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其实 如果我们认真学习的话 我们知道 既然释迦牟尼佛是佛 这个世界 其实 也是净土 应该和极乐世界 没有两样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其他地方另说 现在我们回来 继续说大势至菩萨 大势至菩萨 也叫得大势 就说他有大的势力 观世音菩萨 表慈悲 大势至菩萨 表智慧 因为有大志 才会有大力 大势至菩萨 他用什么方法 来接引众生 来度众生 就在 冷言经里边 这一段 大势至菩萨念破 原童章 就有很具体的说明 冷言经 通常我们说 是开悟的冷言 因为冷言经 能够使我们 通过参禅 开悟 达到明心 见性 所谓明心 就是明确的了知 了达 正得 我们的本心 也叫本觉 所谓见性 就是见到 我们人人 都有的佛性 佛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 本心所具有的 本觉 这个本觉 所发挥的 无量的德能 其实 真如和佛性 天天都和我们在一起 天天都在 发生作用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刹那 不发挥作用 只是由于我们 有无名 烦恼 会障蔽我们 没有智慧 看不到我们的 真如佛性 因此 佛在成佛以后 才说 大敌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但因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这个智慧德相 实际上 也还是指 我们本具的 真如佛性 这个问题 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 大圣佛法的根本 一切法 都是由 真如佛性 而生 一切法 最后 还会回归于 真如佛性 如果没有真如佛性 就不会有一切法 所以 一切法的显现 实际上 在本质上 就是真如佛性的显现 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个法 也不例外 烦恼 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烦恼 就不会显现 真如佛性 如果没有真如佛性 也不会有烦恼 这两件事情 就在一起 因此 如果有烦恼 就一定有真如佛性 所以 我们透过烦恼的假象 就能见到自己清静的生命 本来面目 棱眼睛 为我们揭示生命的真谛 使我们能够了达 我们的心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心 到底在什么地方 它如何运作 棱眼睛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心两个方面 以及 我们所依赖生存的环境 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 成国园林 社会风貌 等等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 都是由于我们的心 而产生的 由于我们有真心 有望心 真望和和运作而产生 也由于有众生的分别 妄想执着 才能够产生 正因为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看透 一切法的假象 那我们就能够找到 一切法的真相 这个真相 就是大圣佛法 所强调的实相 因为大圣佛法 它有唯一的实相印 就是这个生命的本来面目 符合这个的 就是大圣佛法 不符合这个的 就不是大圣佛法 能够和这个真如佛性 相应的法 那就是大圣佛法 不能和这个真如佛性 相应的法 就不是大圣佛法 所以冷眼睛像一个照妖镜一样 能够破除一切邪魔外道 所以外道非常害怕 这部冷眼睛 极力的想消灭它 因此就有一些人说 冷眼睛是伪经 是佛不在世以后 后人编造出来的 而且找到了很多 他们认为 所谓的理由 比如说 为什么冷眼睛的语言文字 那么的优美 那么的朗朗上口 文学程度为什么那么高 和其他的经呢 看起来就有一些区别 固然 冷眼睛的翻译工作 有当时的一位宰相 房荣参与 他的文学造诣相当高 在文字上 语言上 修辞上非常考究 但是冷眼睛的真伪 不能靠这个来判断 所有经的真伪 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法印 小圣有三法印 大圣的法印 是唯一的十项印 只有这一个印 如果大圣的经典符合这个印 那么就说明 这是真实的大圣经典 如果不符合 才能说它不是真经 而是伪经 那么这些人 能不能够 有这个能力 用这个唯一十项印 来印证呢 没有能力 如果有能力 他就不会说这个话 冷眼睛 冷眼睛在最后 揭示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在世间 可能会出现 五十种阴魔 所谓阴 就是五蕴 五蕴也叫五蕴 因为它能够 折臂震入佛性 如果不明白 这五蕴的实质 分别执着妄想 那么就很有可能 会出现不同的 这五十种魔镜 因此 在冷眼睛里边 把每一种魔镜 都仔细地描绘 使这些 魔子魔孙 没办法 阴谋得逞 不能够达到 他们破坏佛法的 目的 因此 一切外道 包括佛门内的外道 都极力地要 诋毁这部经典 因此也有一种说法 说 冷眼睛啊 在末法的后期 会最先被消灭 而最后被消灭的 是 阿弥陀经 当所有的经典 都被 消灭以后 还剩一句 阿弥陀佛 仍然能有 有缘的众生 借着一句佛号 得度 当阿弥陀佛的佛号 也没有的时候 正法就全部灭尽 那时候 在人间 佛法就消失不见了 一直要等到 弥勒菩萨 下世 视线成佛 才会再有佛法出世 当然 这是指我们 人类 指我们地球上 那佛法在别的地方 当然还会继续存在 比如在天上 因为释迦牟尼佛 一直到弥勒佛下生 都会在色究竟天 继续讲经说法 因为这是佛出世的本怀 佛不会停止说法 那么弥勒佛下生以后 在人间 视线成佛 释迦牟尼佛 到哪里去 做什么 释迦牟尼佛 肯定会变化一种方式 到另外的世界 继续做佛 绝不会停止 度化众生 《冷烟经》这部经 怎么来到中国 因为在印度 有一位菩萨 他看到印度的佛教 正在衰落 已经进入 印度佛教的末法时期 他也知道 佛法在中国正在兴起 因此就想把这部 《冷烟经》带到中国 能够利益中国的众生 可是《冷烟经》 当时在印度属于国宝 不可以带出去 如果带出去 就犯了盗窃国宝的重罪 可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 甘犯此罪 所以他好几次 想带着这个经典 越过国境 都被海关挡下 不能够得出 最后他 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经典呢 用 极小的字 抄在非常薄的棉纸上 然后呢 外边啊 分成若干部分 然后呢 外边用 不透水的那种油纸呢 再把它包起来 密封 然后把自己的胳膊 腿上好些地方呢 搁上口子 把这个经典缝到里边去 然后呢 过国境 一检查 这个人就是身上有刀口 查不出来 就这样把经典就带到了中国 带到中国以后呢 再把这个伤口拉开 把经典取出来 然后再缝好 就开始了 在中国的翻译棱延经的 这种工作 由于这个因缘 由于这部经典很重要 那么当时参与翻译这部经典的 不仅是这位菩萨 还有其他的菩萨 还有中国的很多大菩萨 还有中国在文学造诣方面 非常有成就的一些翻译工作者 一起参与 因为在中国翻译佛的经典 是一件非常慎重的工作 往往都有国家来参与 国家来组织 因为只有国家才有那样大的财力 只有皇帝重视 这个疫经的工作 才能够圆满完成 远比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 或者一些小组翻译的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因为那都是有修有正的人翻译的 不仅仅是在文字上 最重要的是在意理上 要翻译没有错误 往往要经过十几道的程序 才能够最后定下来 先由印度人精通梵文的把它送出来 先要送熟 然后有人呢 把它大致从语言的表面上翻译成中文 把它翻译出来 让懂中文的人也都能够明了 这样经过几次都比较熟悉了以后 开始逐字逐句进行翻译 翻译了一段以后 就让有修有正的人来看对照原文 有没有错误 哪些地方有错误 有不恰当的地方进行改动 然后呢 再讨论 讨论完了以后 就基本上定下来 定下来以后 交给那些润世的人 把它变成非常流畅 优美的中国当时的口语 老百姓也都朗朗上口都能懂 不是文言文 那么这样 逐段都翻译完了以后 再来统一翻译 统一看它上下文 各方面是不是连贯 是不是流畅 然后再由统一的论识 统一的修改 把它弄得非常整体感 没有任何瑕疵 那么放在那里 放一段时间 然后再换另一批人来看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合适 最后呢 要经过皇帝认可 皇帝亲笔 来鉴定 这才算完成了这个工作 当然还不仅如此 还要刻板 刻完板以后有教队 这个教队的工作 大家知道是相当困难 往往教队多少遍 还会有个别字的错误 我们看佛经的很少有错字 因为当时就不知道已经教队过多少遍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教队 让这个佛经的没有任何一个错字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边 那有外国的法师 中国的法师 那么在讲习上为大众讲演 在讲演的过程当中 看看再有没有人提出异议来 没有的话 才最后定下来 所以中国的佛经的翻译非常慎重 非常严肃 可以说中国的佛经的翻译 基本上没有错误 大家可以放心的修学 大师至法王子 为什么叫法王子 法王子的意思 就是已经成为佛的真子 得到了佛的真传 我们都是佛的弟子 但是不能叫王子 因为我们还没有成熟 在智慧上成熟以后 一直到实地菩萨 得诸佛灌顶 然后才能叫法王子 那么在有些经典里边 实地的菩萨 其实和等觉菩萨无二无别 因为有的经典里边 不设等觉这个位次 实地的菩萨 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佛 所以好多的大菩萨 文殊实力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 观音菩萨 大师至菩萨等 其实都是 等觉菩萨 都是最后身菩萨 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因缘成熟 再到人间 视线的时候 就可以视线八项成道 他们该修的已经全部修完了 只是等待一个十节因缘 叫后部佛位 因此才有下文 与其同论五十二菩萨 五十二菩萨呢 表 修行从初心位开始 每一个位次上 有一位代表 一直到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呢 就是下来视线成佛而已 其实已经相当于佛 就差一个步骤 差一个形式 所以在菩萨的位次来说呢 他叫菩萨 在佛的位次上 其实他已经是佛 因此呢 一共有五十二位呢 表大圣修行的五十二个位次 每一个位次上一位代表 也就是说 这个冷言大定的法门 从初心位一直到成佛 都可以用 这是念佛法门 也就是说 用这个方法念佛 初心位一直到等觉菩萨 可以 冠以始终 不用再换法门 这样修才叫一门深入 那我们平时嘴巴念阿弥陀佛 就一直能成佛吗 一直能正到等觉菩萨吗 这是不可能啊 因为里边很多细致的问题 还没有修正啊 仅仅持明念佛 就不能过关了 大家都念阿弥陀经 念得很熟 因为它是晚课里边的功课内容 可是有几个人能够认真的去 一教奉行呢 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 若七日一心不乱必定往生 那有几个人若到了七日呢 若到一日的也不太多呀 若到二日的就已经很少 若到三日的几乎没有几个 所以啊 我今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么领众念佛 最少二十四小时 谁愿意参加就来参加 随喜的我也不反对 你不能二十四小时 好 你八小时 十六小时 所以你但是其中肯定有报名的 那就二十四小时坚持到底 然后我们看什么时间 因缘成熟 然后来二日 就这样往上慢慢的增加 这样才叫一教奉行啊 当佛在讲能阎经的时候 问到圆通的法门 那么就有二十五位菩萨来报告他们的修正心得 那么这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十八戒再加上七大 七八十五 那一共是二十五 就这么简单的 也就是说 世间法里边的这些法 菩萨通过修正以后 都能够正得圆通啊 那不可能离开世间法 而有出世间法 不可能离开世间法 而有修正 菩萨修行就在人间 就在三界 就在六道 不能离开 离开以后没有修正 也不可能有佛法 菩萨修行不能离开众生 而众生就在三界六道之中 因此菩萨修行一定是和众生在一起 就在六道里修行 菩萨怎么会怕六道轮回呢 不怕 因为菩萨应该了解 十八戒加上七大 加上三界所有的众生 其实都是虚幻不实 只是一个假明 但是修正佛法 就需要在假上下功夫 叫借假修真 没有假就没有真 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假的人生 失去我们这个假的妄心 我们拿什么去修学佛法呢 如果把这些都消灭 那和二圣身问圆绝又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不可能累劫累世相续修行 灰身灭之断了 没有了 不可能 所以菩萨才会流祸润身 就算能够有能力消灭烦恼 也不马上把它消灭 而故意留下来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能够生生世世 长随佛学 直至成佛 那么二十五圆通 先从眼根圆通说起 然后第二个就应该是耳根圆通 但是呢 由于耳根圆通 被文殊菩萨认为是 苏婆众生最好修行的一个方法 就把它排到了最后 位置呢 进行调整 往往最重要的放到最后说 所以 第二十五个是耳根圆通 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 他属于什么圆通呢 我们看 除了二 除了十八界 就是六根 六成六十 那么还有七大 七大呢 就是地水火风 这是四大 然后空 有时候说五大就加空 地水火风空 那么还有一个呢 根 根大法门 然后还有个十 这个是在总体上讲的 不是个别讲的 如果是个别的话 那么十有六十 如果个别的话 那么根也有六根 所以它是从总体上讲的 大势至念佛圆通 章 属于根大法门 那么本来呢 它就应该是倒数第二 结果由于观音菩萨的耳根法门放到倒数第一 它就应该 再倒数第三 结果由于它的重要性 拣选的时候呢 它仅次于耳根圆通法门 所以依然把它放在倒数第二 文字呢 不多 但是意理极其深刻 因为从初心位到最后成佛 都要用这个法门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圆通法门 这样修才是真正的一门深入 每一位菩萨 来回答佛 什么法门呢 是他们所修的圆通法门 这时候大师智法王子和他的同修啊 一共五十二位就都从座位上站起来 顶礼佛祖 然后对佛说 我一往昔 往昔就是过去 在恒河沙节以前 恒河沙无量无边 据说恒河的沙子非常细小 柔软细密 那当然这个沙子的数量就更多 恒河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大河 在印度人的心目当中 它是圣河 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解 那说明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呢 就有佛出现于世 这位佛的名字呢 叫无量广 但是不是指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到现在成佛 十解 是一尊心佛 刚刚成佛不久 而这里说的恒河沙节 以前就成佛 当然不是阿弥陀佛 虽然阿弥陀佛有另外的名字 也叫无量光佛 但是不是一尊佛 那么在那一节当中啊 就像我们贤解 现在我们处的贤解 在这一节当中 有一千尊佛出现 释迦牟尼第四尊 然后呢 弥勒佛第五尊 再往后排 有千佛 在那一节当中呢 相继一共有十二尊佛出现 最后那尊佛的名字 叫超日月光 也就说十二个佛相继一节 第一尊佛 无量光佛 最后一尊超日月光佛 当中他没有讲 就是这尊超日月光佛 来教大师智法王子 如何得到 念佛三昧 我们看当中 虽然篇幅很短 但是也有好几个我字 我义往昔 比佛教我 因为随顺众生啊 也要用世间的名字 这其他的文字 也都世间的文字 所以哪里能够脱离世间呢 要教化众生 当然要用众生的语言 众生说我 菩萨也说我 但是菩萨知道 众生所说的我 没有时机 菩萨所说的我 也是假名 不会执着 恒顺众生 所以这样称呼 那什么叫念佛三昧 平常人解释呢 就是通过念佛 修得了禅定的功夫 能够入定 这个定当然可能入的比较深 那把这个定呢 叫念佛三昧 其实不然 在大圣的经典里边 在念佛法门里边 说到念佛三昧 那是正德 实报庄严土的念佛 是开悟以后的念佛 所以这个念佛三昧的正德 实际上就是 花开见佛 勿无声 它是禅定和智慧 在一起的三昧 因为我们知道啊 六度的法门 每一度都贯穿般若 如果没有般若 就不能叫波罗蜜 不能达到究竟成佛的彼岸 究竟了生托死的彼岸 那就只能叫禅定 而不能叫禅定波罗蜜 所以这个念佛三昧 就指的是 得到了这个圆通 得到了圆通什么意思呀 直到一切法都通行无碍 一切法都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从自信佛当中 自信如来之中产生变化出来的 所以法法相同 没有一个不同 所以叫圆通 因此念佛三昧 必定是找到了 这个本来就圆通的自信 找到了我们生命的实相 证得了我们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不去不来 不依不易 为什么不生不灭 因为这尊佛 也叫如如佛 也叫法身佛 他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他不是因缘和合而生 他不是生命法 因为他没有生 他不分别六成万法 所以他也没有任何染物 他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 没有轮回 他永远清静 所以 这个本心 这个真心 他没有病 他不需要看病 他不能被人消灭 不会有任何的损害 不管我们众生怎么样轮回 不管怎么样被人弄死 都不会伤害到他 众生死那是表面现象啊 生命实际上继续在延续 一点也不受损失 不受损害 如果有损害 怎么会轮回不断呢 众生在六道里来回折腾 也没听说 能把这个 第八十的自信如来 损害掉一点点 有那么多的外道修行 有那么多人 挣到了无欲涅槃 修小圣法 也没听说 有人能把 这个自信如来 真如佛性 消灭掉 无法消灭 所以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众生 每一个 都有一个如来 都有一尊佛 藏在自己的心里 所以也叫如来藏 每一位众生都有 没有哪一个会缺少 不论他的形体 大还是小 也不论他是在哪一道 这个 本心 本觉 完全一样 所不一样的 只是这个 本心里边 所含藏的种子 有所区别 到了生文元诀 正到了 无欲涅槃 或者正到了 有欲涅槃 那么他们 一念无名四处的烦恼 也叫分断生死的烦恼 就全部被消灭了 连种子也没有了 种子全被转化了 种子其实也不能被消灭 种子就是转化 方便说是消灭了 像众生无量无边一样 其实没有一个众生 可以被消灭 种子也是 无量无边 其实没有一个种子 真正被消灭 转化了以后 我们说那个种子没有了 因为染物的种子 已经变成清净的种子 众生变成佛了 没有什么东西被真正消灭 只是因为像一座仓库 它里边装的东西 有清净有染物 但是仓库永远是清净的 它也不受染物 也染物不了 就这一点上有区别 所以修行的全部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就是转移我们的种子 把恶种子变成善种子 把善种子变成清净种子 善种子容易和清净种子相应 所以第一步要诸恶摩作 第二步要众善奉行 第三步呢 必须要自敬其义 我们讲那么多经典 不会离开自敬其义 离开自敬其义的话 那就不是大圣佛教 为什么要自敬其义啊 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 众生不知道 通过自敬其义的方法 就能够找到自己本来清净的本性 因为才能够和它相应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都要净除业障 其实就是转移我们的烦恼种子 把它变成清净的种子 种子也叫习气 就是要改变我们从无始旷界以来 形成的那些不好的习气 好 这一讲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贴借了 银子